好的阿姨 好,我們對旁邊請問候好了 我們是真正的一家人 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要彼此交通 我們要彼此交通 彼此交通 彼此交通 彼此祷告 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阿美 我們也感謝我們很多為我服侍的服侍人員 特別是我後面翻譯的這個 確實是這個辛辛苦苦的剛剛到這邊 很不容易我覺得 我相信今天我們在神面前 無論是來參加禮拜 我們服侍的 侍奉的 每一個人 神都會特別祝福我們 阿美 好,我們請來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禁聞 約翰一書一章三節到四節 請來主一下 起 我們將所看見 所清見的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相交 我們乃是與父 因他兒子 耶穌基督相交的 我們將這句話寫給你們 使你們的喜樂充足 阿美 約翰一書 約翰一書 的作者是誰呀 約翰 約翰 很明顯 約翰一書 是吧 使徒約翰呢 在記錄約翰一書的時候 他的年齡已經很大了 他的年齡已經很老半了 大概八九十歲左右吧 對 那在那個時期 其他的使徒 像保羅呀 彼得呀 雅各呀 都已經怎麼樣 都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 那約翰是在年輕的時候 大概是少年的時候 就跟從耶穌 那後來耶穌 那約翰一書 離開這個世界 身兼復活 但是約翰一直活到多少歲呢 九十多歲 一直很信實的 忠心的 為主去做功 那約翰在約翰一書 在他晚年的時候 他寫的約翰一書當中 特別強調的一件事情 他說什麼 生命需要什麼叫 相交 需要交通 需要分享 我們看約翰一書 一章一節怎麼說 我們起來讀一下 其論道 從起初 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們所聽見 所看見 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 約翰都已經親手 摸過了 親眼看見 親耳聽過了 那這連有的生命之道 是約翰親身經歷過的 也是我們今天在座的 美瑞聽姐妹 我們也要經歷 我們要聽見 我們要看見 我們要親手去摸 神給我們的恩典 Amen 那祝願我們今天在座的 美瑞聽姐妹 每天都能夠聽見神 看見神 經歷神 活出一個得色的生命 Amen 那第三節當中提到 第三節說 我們將所看見的 所見見的 傳給你們 使你們與我們相交 還有什麼呢 我們乃是與父 並他兒子 耶穌基督相交流 這裡面提到了什麼呢 我們彼此要怎麼樣 要交流 還要和誰交流啊 和我們的耶穌基督 我們的神交流 所以我們提到了 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我們要兩個交通 一個是和神的 是哪方面的呢 是垂直的 是縱向的 與神的 神之間生命的交通 我們看下一項 好 那另一方面是什麼呢 是水瓶的 橫向的 與子類知己 在基督徒之間 是一個交通 對吧 所以我們要在神裡面 要建立與神的交通 還要建立什麼呢 彼此 弟兄姊妹之間的交通 和分享 我們都知道 凡是擁有生命的 無論是動物 人 植物 都需要什麼呀 需要交通 比如說呀 貓和貓需要什麼呀 需要交通啊 貓和狗交通 不太容易了 是吧 小貓 小狗 甚至植物 和植物之間 也是有什麼呢 也是可以有交通的 但是倘若兩種生命 我們說貓和狗不同嘛 屬性不同的話 交通會出現什麼樣子 出現一些問題 會有一些組合 有障礙 為什麼 性情不同 語言不同 表達的方式不同 而人與動物 人與植物在交流的時候 因為屬性不同 一定會出現什麼呢 障礙 作為人類啊 我們是被誰所創造的呢 被上帝所創造的 神在創造我們的時候 給了我們什麼呢 聖意當中說 把生氣給了我們 也就是主的靈 給了我們 我們因為有了主的靈 才能和神怎麼樣 才能和神進行 暢通無主的交通 所以在亞當下馬 在伊甸園的時候 他們和神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沒有任何的主愛 隨時都可以怎麼樣 自由自在的交通 非常的幸福的 隨時都可以去尋找神 可以見到神 和神一同行走 在伊甸園那裡 非常幸福的 但是呢 我們人類的始祖 亞當下馬 後來出現什麼事情呢 違反了神的命令 吃了上個樹上的果子 犯了罪之後 神不進入到人類當中 罪 當罪 進入到人裡面的時候 是罪阻隔了 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輕易的去和神進行 一個很好的交通 所以神選擇了什麼方法呀 神選擇了把耶穌 讓他降到人間 通過耶穌成為了人和身之間 重新可以什麼呀 建立關係的一個橋樑 我們看一下聖經 馬太福音 二十七章五十一節 忽然 殿裡的曼子 從上到下 列為兩半 地也震動 磚石也崩裂 這裡面說什麼呀 說這個聖殿的曼子呀 這塊曼子是在聖殿當中 有至聖所 是遮夷至聖所 平時沒有人敢進去的 一年只有一次 大祭司要進入到聖殿所 為百姓的獻祭 而且要節儉自己 要聖結之後才會進聖 不然的話會怎麼樣 可能會被神所擊殺 那代表什麼呢 人和神之間是有組合的 靠誰呢 靠祭祀 大祭司 靠這個人 建立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可是這個曼子怎麼樣 後來怎麼樣 裂開了 什麼時候裂開的呀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 死亡的時候 這個曼子怎麼樣 裂開了 所以這個靈性上的寓意是什麼呢 人和神之間 阻隔的這些 被誰所怎麼樣 所驅逐了呢 被耶穌基督所驅趕 從此 人和神之間的關係 可以怎麼樣 自由的交通 我們靠著誰呢 靠著耶穌基督 他為我們留的毛血 靠著耶穌的生命 我們叫十字架上的 從此 我們可以怎麼樣 自由自在的和神進行交通 Amen 可是人啊 和神進行交通的時候 我們今天我們通過彼得後書 我們從八個方面 來增加和提高我們與神交通 與人交通的方式 八個方面 我們看哪八個方面 我們讀下筆的後書 我們讀下筆的後書 一章五到七節 好 起 正因為這緣故 你們要奮賣的殷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 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進 有了前進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 有了愛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幾個方面呢 八個方面 我們從現在來整理一下 第一是怎麼樣 信心 第二呢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敬虔 愛弟兄 愛眾人 對吧 就好像一個階梯一樣 當然這八個不完全 還有很多 讀聖經啊 禱告啊 讚美啊 都是我們和神進行交通交流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通過彼得 在彼得後書當中提到的八個方面 我們來分享 如何能夠更深層次的 建立與神與人之間的交通的關係 所以第一我們看到信心 信心是基督徒生命的根本 Amen 我們這旁邊大聲音 信心是生命的根本 信心是生命的根本 所以在你們周報上是有這個 這個括號 是吧 有筆的話 你可以添寫一下 不過也沒關係 結束以後可以把這些答案都都發給你們 對 彼得後書一章五節說 正因為這個緣故 你們要奮賣的殷勤 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加上知識 信心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根本 如果我們今天來到教會說 你沒有信心的話 你還不是一個基督徒 信心是我們信仰的根本 Amen 是不是生命的根本 是我們信仰的基石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 你的信仰就會怎麼樣 就會搖動 就會跌倒 只要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一定會有什麼呢 一定會有信心 Amen 所以對方美大聲音 你一定會有信心 因為你是神的兒女 如果你沒有信心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得救 希伯萊書當中寫得很清楚 我們就像希伯萊書 神章六節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祂賞進來尋求的人 Amen 說得很清楚 沒有信心的話 你就不能得救 沒有信心的話 你跟神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想跟神建立美好的關係 第一個人要怎樣 你要相信祂 你要信賴祂 你要信賴祂 你要把你的一切都交給祂 Amen 所以我們也看到 耶穌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很多人來尋找耶穌 耶穌求你醫治我 耶穌求你幫助我 求你幫我解決問題 都是通過信心而解決的問題 因為耶穌經常說一句話 說什麼 說你的信救了你 你可以平平安的去吧 Amen 我們對方美大聲說好 你要信耶穌 你就可以得救 你就可以得救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 是什麼救了我們呢 信心 信心讓我們得救 Amen 所以信心是我們生命的根本 信心是每個基督徒信仰的基石 也是我們基督徒一切力量的來源 你沒有了信心你就會沒有力量 耶穌說過一句話 八個福音九十二十三集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Amen 重要的是你要信才可以 使徒約翰也說過這樣的話 使徒約翰說什麼 使我們勝了世界的是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得勝 Amen 沒有信心我們怎麼能接受耶穌呢 沒有信心你怎麼能看見呢 沒有信心你怎麼能夠站立起來呢 沒有信心怎麼能行走 小孩子也是一樣的 小孩子沒有信心能說話嗎 小孩子沒有信心能站立起來嗎 小孩子沒有信心能行走嗎 這個信心是誰給的呢 他的父母在旁邊一直怎麼樣 鼓勵他 支持他 讓他能夠知道站立起來行走 Amen 你們知道嗎 小孩子如果不是和人生活在一起的話 我們有狼孩嘛 和狼生活在一起 他就不會站立起來行走 他怎麼行走啊 和狼是一樣的 四肢在爬 你要給他信心 給他把樣 我們的神是我們的信心的根源 Amen 使得保祿說這樣的話 使得保祿說 信心是得救蒙恩的首要條件 一幅九書二章八節九九 就來讀一下 你們得救是本夫恩 也因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這個信心是誰給的呀 神給我們 這說明什麼呀 我們的信心是不足的 可是神給我們的信心是完全的 才能有救 Amen 所以信心與恩典呢 是成正比的 我們說呀 我們現在生活在什麼時代呢 有人說叫新約時代 有人說我們生活在恩典時代 恩典時代 可是恩典是從哪裡來的呢 從信心來的 信心和恩典是同時出現的 你沒有信心就沒有恩典 信心大 我們恩典就怎麼樣 我們就恩典有多 信心小 恩典就小 沒有信心就沒有恩典 所以我們要在神的裡面 憑個信心 得到神所信給我們的恩典 耶穌常常對這些尋求祂的人 希望得到醫治的人 經常說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讓你得救 Amen 所以我們在神面前要加奏 我們在神裡面的信心 耶穌的恩典是完全的 他能醫治一切信他的人 只因人的信心大小不同 因此所得到的恩典和醫治也不同 所以說人的信心可以促進神的恩典 可以限制神的恩典 你得到的恩典有多大 你的信心有多大 信心和恩典是成正義的 我們若想得到恩典 要憑着信心才能得到 我們信到哪裡 你就能夠看到哪裡 你信到哪裡 你就能夠聽到哪裡 你信到哪裡 就能得到多少 如果你缺乏信心 主的賞賜 在神的裡面 你沒有辦法得到 有人說呀 神的恩典就在我們的前面 好像這個禮物和蛋糕一樣 但是你要怎麼樣 要拿才能得到 比如說今天我們有人過生日 送給你一個蛋糕 你沒有拿走 這個就不是你的 對吧 我們拿走的就成給我們的 你要拿才可以 因為是因為 詩篇裡面說你要大大的張口 才會怎麼樣啊 我們讀下詩篇 八十一天的十節 起 你要大大張口 我就給你充滿 阿門 你們看過小鳥吃食嗎 那個燕子 那個燕子媽媽 去餵那個燕子的時候 飛到那邊 哪個那個鳥嘴張得大都給它了 哪個喊的那個聲音大 跑到最前面都是給它的 燕子媽媽哪有機會去照顧別的呀 所以這個能搶的 跑到最前面的 一般都是比較壯的 後面的就是越來越弱 那個小鳥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在神的那一節 我們要大大張口才可以 我們這個教會 我們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我們也是講到 我們要大大張口 神就會充滿我們 阿門 經常教導我們說什麼 雅各書一章六到七節 只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因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風吹動翻筒 這樣的人不要想 從主那裡得神 你要憑著信心求 一點不疑惑 阿門 我們的神是信實的神 除了信心之外 我們加上什麼呢 加上德行 什麼叫德行呢 我們也說是行為 就是行為 彼得後書一章五節說 正因為這個緣故 你們要分敗的殷勤 有了信心 還要加上什麼呢 德行 德行我們也可以叫做 美德 善行 好行為 信心是重要的 德行是重要的 雅各書二章二章二章二節 是這樣形容的 可見信心與它的行為 並行 而且信心的行為 才能成全 所以德行行為 是信心必然的流露 對 你們周官 答案是什麼樣 信心是 德行必然的流露 就是你有的信心 一定會有行為的 你沒有信心 怎麼都有行為呢 你們今天來參加禮拜 是信心的行為 對吧 沒有信心 你們就進不到這個 教會裡面來 沒有信心 我們就沒辦法見面 有了信心 有了想法 加上行為 才能得到 所以第一點我們說 信心必然會產生行為 雅各書二章二十七節 這樣 信心若沒有行為 就是死的 信心和行為是並行的 當我們對神建立真實的信心之後 必然會活出與信心相配的行為 下雨為什麼要打傘 這是信心的行為 對吧 因為打傘可以達到什麼程度啊 可以遮 可以避雨 冬天為什麼要穿厚的衣服呢 信心的行為 穿了厚的衣服才會怎麼樣 暖和 這就是信心和行為 我們今天來到神面前 為什麼相信祂呢 我們會得到恩典 Amen 所以我們在神的裡面呢 我們真正信靠神的人 一定會關注 什麼是神喜歡的 什麼是神不喜歡的 怎麼能夠討神的喜悦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雖然我們人不由軟弱 不見得一下子就能夠行出來 但我們卻憑著神所 自己我們的臉會去努力 會去改變 能夠活出神社學的模樣 行為呀 要有標準 不是說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行為 什麼是我們的標準呢 基督徒行為的標準是真理 真理是什麼呢 真理是聖經的話語 Amen 所以我們行為是以神的真理為標準 約翰福音師三章十幾節說 你們既知道這事 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你們知道這事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真理 神的話語 整本聖經當中 我們一旦知道了 我們去行就有福了 Amen 我們在旁邊到時候 你要行真理就有福了 你要行真理 對 不是說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不是說讓我行出來嗎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行 標準是神的真理 行為是神真理規則的行為 而不是墮落的人性裡面 自以為是的好行為 我覺得是這樣就可以了 我覺得那樣也可以 這是好行 只是神覺得怎樣 你按照神的方法去做 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行為可以成全信心 也可以堅固信心的 以色列人 在過約旦河的時候 約束亞說什麼樣 說你們憑著信心 可以過約旦河 當他們把那個腳伸出去 踩在約旦河河水上的時候 約旦河水怎麼樣 分開了 他們從陸地過了約旦河 沒有腳踏出去的行為 他們就不能經歷這樣的問題 阿明 以色列人在和伊利哥人 進行爭戰的時候 在伊利哥城轉了幾天呢 轉了七天呢 前六天每天都轉幾圈啊 轉一圈 神說你們不要說話 你們把嘴閉上 你們只要沉默就好了 所以以色列人聽話對吧 不說話 一天轉一圈 轉了六圈 到了第七天的時候 轉了幾圈呢 七圈 然後約束亞對以色列人說 你們大聲呼喊吧 那以色列人就怎麼樣 就喊了 喊了之後出現什麼事情呢 伊利哥城想怎麼樣 倒塌 如果他們不聽神的話 不轉圈 我們叫走圈嘛是吧 不走 沒有什麼樣 沒有這個問題 不喊 也不會出現什麼事情 因為他們有了信心的行為 才有個行為的結果 阿明 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 按照神的真理 以神的真理為標準 行出來的 才會被神所祝福 所以我們說信心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還不行 還要加上什麼呢 加上支持 我們看一下 知識是什麼呢 知識是行為的規範 知識是行為的規範 彼得霍書一章五節說 正因為這個原因 你們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還要加上什麼呢 知識 和西亞書四章六節這樣說 我的名因為無知識而滅亡 你氣到知識 我也必氣到你 真言書一章七節 敬畏耶華是知識的開端 這裡面所說的知識 不是我們說世界上的知識 數學語文科學什麼法律 不是這個知識 這裡面所說的知識 是認識聖經真理的知識 阿門 敬畏耶華是知識的開端 是聖經的真理 聖經的真理 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 阿門 對 那 知識 要和實踐 結合在一起才可以 真理的亮光 屬靈經驗的知識 在屬靈的最近方面是一不可少 你說你想行 你不知道該怎樣行 是要什麼呢 是要知識 這個知識在哪呢 在聖經裡面 我們去小學上學的話 你要遵守小學的規矩 這是小學校的知識 你進入到社會 你要遵守社會的規矩 這是社會的知識 我們進入到公司 你要聽公司的這個規定 按照公司老闆的要求去做 這是公司的知識 你信了耶穌進到神的裡面 你要按照神的方式去做 要聽神的話 按照真理 聖經的話去做 這是聖經的知識 Amen 我們今天所要學習的 所要了解的是神的真理 整本聖經 是神所寄給我們的智慧和知識 作為神的兒女 神給我們命令 你們要傳揚福音 教導信徒 訓練人徒 拆遣人徒 你們要去宣教 你們要去建立教會 這所有的神給我們的命令 當我們去做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需要很多什麼樣 很多聖經上的真理 所以很多 就是姐妹會説説的話 哎 牧師 你讓我去傳福音 我不知道怎麼傳 你讓我學習學習 再去傳情形 更有些人說 你讓我去學習神學好不好 我學了神學 我才可以更好的去什麼樣 去做神的事 難道不是這樣嗎 為什麼想學習 因為我們想知道 應當如何去做 Amen 有的信心加上德行 有的德行 還有加什麼呢 加上知識才可以 沒有知識的行為是可怕的 沒有規範的行為也是可怕的 所以倘若我們傳福音 或者有不信的人 來問我們信仰方面的基本問題 我們一問三不知的話 你會覺得羞愧的 那個時候你會想說 哎呦 早知道的話 聽講到時候 認真心應該有多好 早知道的話 我先在教會 好好學習一下 給別人傳福音的傳品 明白了 就在教會當中 要學習聖經當中的真理 不然的話呀 就如同那個蝦子一樣 蝦子給蝦子領路 會走到哪裡去呀 走到坑裡面去 是吧 蝦子給蝦子領路 會不會讓人領到 彎曲的道路上 我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 眼睛明亮的人 通過什麼呢 通過聖經的知識才會 Amen 寶羅曾經做過這樣的禱告 你看他怎樣禱告 菲律賓也說不起來讀一下 我所禱告的 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種見識上 多而又多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 做誠實無過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並靠著耶穌基督 結滿人意的果子 叫榮耀稱讚歸於神 寶羅的禱告是怎樣 說我知道你們沒有愛心啊 但是你們的愛心要怎樣 你們的愛心要在知識 和各樣的見識上 多而又多 就說什麼呀 不要愛心泛濫 你的愛心要有規矩 要有規範 要有知識才可以 Amen 不然的話我們就跟你講 所以寶羅的禱告是在告訴我們 沒有知識和見識 就無法分辨是非 沒有知識的話 就算有愛心 有善行 也難免會上當受騙 難免會好心辦壞事 沒有知識和見識 很容易陷入到 只講愛心不講原則 只講行善不分好歹 結果造成是個疾法的現象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心辦的是壞事 為什麼 沒有知識 只要身邊的真理 作為我們的後盾 我們就可以有智慧地 去做神所寫的事情 牛頓說過這樣的話 牛頓呢 科學家嘛 牛頓說什麼 沒有知識的熱心 猶如黑暗中的遠征 越走越遠 越方越馬 你那個熱心沒有知識 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在神的裏面 除了信心還要加上什麼呢 德行 除了德行還要加什麼 知識 也就是神話 真理 還不夠 還有什麼樣子 還要加上節制 節制是成熟的保障 也可以是成長的保障 或者是長大的保障 就是你要長大成人 用什麼來做保障呢 用節制 小孩子是遇到節制的 小孩子吃東西 他吃到已經生的不行 還想吃 我不知道你們養不養過金魚呀 我小時候我們養過金魚嘛 一開始是不懂的 總是餵餵餵 你給他的東西吃 最後吃到怎麼樣 撐死了 為什麼呀 不知道節制 小孩子就這樣 玩遊戲 看電視 看書 玩 都不知道節制 誰在旁邊幫助他呢 父母 大人 為什麼大人可以幫助呢 因為大人也知道 需要節制 Amen 所以節制是成熟的保障 你對旁邊大聲好吧 你要節制 你才是一個成熟的人 你要節制 不節制的話 就是小孩子 那不是這樣嗎 不知道節制的人 就是小孩子嘛 還不成熟嗎 這個我一定要今天晚上 把這個電視劇 我要把它追完 十集 二十集我也得看 那你還是小孩子的狀態 不知道休息 不知道節制 我們要長大成人才可以的 Amen 彼得後書一章就寫說 有了知識 又要加上什麼呢 節制 節制原本是自我控制 自我約束 自我克制的意思 保羅說呀 保羅說我要功課幾聲 叫聲服我 這就是節制 任何事物 我們知道都是有約束的 世間只有相對的自由 沒有絕對的自由 任何事物都有限度 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們常常這樣說吧 說 不是我們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才是自由 對吧 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呢 我不想做什麼 就不做什麼 才是真正的自由 如果你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這個叫放縱 那個不是自由 我們在神的裡面 比如說我們開車 開車要遵守什麼 交通規則 我想怎麼開就怎麼開 你肯定會出車禍的 那個不是真正的自由 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的原則之下 你想怎麼開就怎麼開才行 對吧 不能超速不能闖紅燈 對吧 要讓行人 讓車輛 這樣的話 你才是一個好的一個司機 提文太霍說這樣說的 提文太霍說 凡在軍中當兵的 不將事物纏身 好將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人們在場上比武 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名 我參加拳擊比賽 我用腳踢你 這怎麼可以啊 你就被弃拳了嗎 或者讓人給罰分 你要按著規矩去比武才可以 對呀 你去參加英語考試 你用中文寫 這怎麼可以啊 這怎麼開玩笑的 是吧 你不按規矩來 這是沒有辦法的 節制給我們帶來的恩典就是安全 Amen 只要我們不觸犯不違反神的規定 在神所設立的原則之內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那是可以的 這樣的時候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才不會被神所禁止 節制啊 是聖明當中的第幾個果子呀 第九個果子 最後一個 第九個 我們無論是吃 無論是休息 運動 講話 做事 都要節制 過分或不足都會有害身心健康 我們今天從幾個方面來看一下節制 第一我們要節制飲食 我們叫如果暴飲暴食的話 貪酒耗食沒有節制沒有約束沒有管理 就會損壞自己的什麼樣 消化系統 會造成我們叫三高啊 哪三高啊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糖 高血脂 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半天我要吃吃辣麵 我一定要吃辣麵 我吃披薩餅 吃炸雞 吃吧 吃完之後就會怎麼樣 身體就是問題 會造成什麼樣 肥胖 營養過剩 腸胃 系列幾滴 克林多前書我們看一下 對吃是怎麼說的 食物 是為肚腐 肚腐是為食物 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 身子不是為了淫亂 他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子 你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阿門 菲利比書三上十七個節目來讀一下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沦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腐 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滅 我一定要吃 這個吃不到的話 我今天晚上我睡不著覺 我必須要吃這個東西 我兒子和女兒現在有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到了這個晚上時候 坐著不吃一定要吃什麼東西 不夠點我就不吃 我餓了 我們就開玩笑 跟你送到農村 讓你待一兩個月 回來什麼都吃 這就是慣了 生在腹中不吃腹 馬太福音中二十五節 所以我告訴你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神 喝神 為身體憂慮穿神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 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阿門 不要在吃上沒有結智 要結智才可以 還要結智什麼 言語 我們這個嘴啊 太不老實了 我們說的話啊 就像一把刀 可以把人殺死 我們當謹慎 我們在被激怒的時候 或傾訴的時候 聊天的時候 說話的時候 我們要思考 如果你不思考 不約束 就會沒話沒聊 就會出問題 真言十章十九節說 多言多語 難免有過 僅止嘴唇 是有智慧 我們中國俗話叫 陳鶴身邊 是僅 你把嘴閉上更好 你一張嘴就出事 對吧 你一張嘴 就會破壞別人的關係 那把嘴閉上好 十篇三十九篇一節說 我曾說 我要謹慎我的言行 免得我的舌頭犯罪 惡人在我面前的時候 我要用腳環勒住我的口 為什麼 你和惡人在一起的話 他說惡言 你也會說惡言 乾脆把嘴閉上 我不跟你說話 不給你機會 雅各書三章二節說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 若有人在話語上面有過失 他就是什麼人啊 完全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說明舌頭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能僅止好自己的言語是一個完全 真言十七章二十八節 愚昧人若禁慧不言 也可算為是智慧 畢可不說也可算為聰明 你看這話說得多好 我知道你是沒有智慧的 你也是不聰明的 但是你不說話 我就算你是聰明的 算是有智慧的 所以有些時候 你不知道該在場說的時候 乾脆把嘴閉上 不說反而更好 阿美 對 所以我們要節制我們的言語 第三點更重要 情緒 你要節制你的情緒 一個不能調節 不能把管理自己情緒的人 是一個不成熟 不健康的人 我們要靠主消化 對付 戰勝一切負面的情緒 帶出正面的陽光的積極的那個能力 不但光照自己 也能夠光照別人 阿美 基督徒散發的是正能量 而不是負能量 你不要把你負面的情緒 帶給別人 要把正面的情緒帶給別人 阿美 真言書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苦苦甘》 雅各書 你們中間有受苦的呢 他就該祷告 有喜樂的呢 就該歌頌 所以你發怒的時候 你覺得心裡嘲苦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啊 你去祷告 對 你不要去跟別人說話 因為那時候說話危險 對 你生氣的時候去做什麼事情啊 去祷告 高興的時候 要幹嘛呀 要讚美 真言書 十六章三十二節 不輕易發怒的 勝過勇士 智服己心的 強如取常的 對吧 不輕易發怒是什麼人啊 勇士 是英雄 真言書二十二到二十四節 好生氣的人 不可與他結交 暴露的人 不可與他來吧 你們有過這樣的經歷嗎 這個人總是發脾氣 總是發怒 我才不想跟他見面呢 沒辦法的時候才跟你見面 為什麼呀 跟你在一起 我都變得什麼樣 情緒不好 我都跟你發脾氣 我們不是說韓國人的 這種文化不好 我來韓國以後 比在中國的時候 願意發脾氣 跟韓國語有點關係 因為韓國語有敬語 有潛意 說簡直的說 不知不覺會容易這個 這個情緒啊 這個 上升到一定程度 壓 發力了 在中國呢 快點來了 有多奔走啊 是吧 真的 我真的是來韓國以後 比以前 容易發脾氣 但是也不全是壞事啊 可以把裡面真實的想法說出來 發脾氣啊 發怒也是有智慧的 生氣 可以 但是不要動怒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說出來 我不高興了 但是你不要動怒 真言書 真言書 十七二十八節來看一下 愚昧人若靜謀不言 也可算為智慧 欸 欸 對不起 真言書二十四章二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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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 你要敬畏耶華與君王 不要與反覆無常的人結交 因為我們是反覆無常的人呢 我們是經常發怒的人呢 還是溫柔的人呢 還是給別人帶來正能量的人呢 我們要考察一下自己 還有我們要節制我們的情欲 沒有節制 損人不利己 而且容易陷入到罪惡和罪惡的瑕疵當中 靠著聖靈結出節制的果子 我們看一下真言書三十一章三節 不要將你的經歷給婦女 也不要有敗壞君王的行為 我們就說什麼呀 夫妻生活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沒有節制 不要過度 比特前書三章七節 你們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禮和妻子同住 因他比你軟弱 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這樣便叫你們禱告沒有阻礙 你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想問題 要關心對方 考慮對方身體的狀況 立位記十八章十九節 女人行情不潔淨的時候 不可露他的下體和親近 羅馬書一章二十七節 男人也是如此 欺的女人順性的用處 欲火攻心 彼此貪戀 男婚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這妄為當德的暴力 聖靈當中說 不要做同性戀的經文就在這裡 男人不可和男人行什麼事啊 羞恥的事情 誰說聖靈當中說 同性戀是可以的 男人和男人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這妄為當德的暴力 是神所不許的 阿美 男的和男的 女的和女的 怎麼可以這樣呢 還要結婚 還要夫妻 這件事 這個是神所不許的 作為基督徒 我們要敢於說真理才可以 阿美 不然這個事情就變了 將來有天你見到三個男的 那個 一個男孩子兩個男人 那個是他爸 那個是他媽 那個是他兒子 你都 怎麼在一起生活 都已經亂套了現在 我們看第五 我們要截止 截止工作 也可以說截止做事 就是你做事要有截止 為了榮耀上帝 造福人群 我們能夠努力學習 努力工作 努力服侍 努力做事 固然是好的 但是 卻不能過度的勞累 不能過度的疲憊 不應經常過分的忙碌 經常忽略的飲食啊 睡眠啊 導致身體的健康 受到影響 甚至影響到我們靈性的生命 無法正常的讀經 禱告禁拜 很多牧師啊 你們知道很多牧師的狀態是怎樣的 沒時間讀經 沒時間禱告 沒時間好好的去跟神經禁拜 所以牧師都已經乾到什麼程度了 像一個小草一樣都已經倒了 很忙 每天忙這個忙那個 基督徒也是一樣 我要忙工作 我要忙孩子 忙家庭 然後生活 哪有時間去祷告 哪有時間去讀經 這都是什麼啊 或是藉口 以前有位牧師的師母說過這樣的話 你上衛生間 坐衛生間裡面五分鐘的時間都可以去讀經 你說什麼你沒有時間呢 中文來都在衛生間裡面讀報紙 閱讀文件 我們算得了什麼呢 你要說你沒有時間 那就是藉口 阿門 我們要節制我們在工作上的事情 人的血肉之軀 承受是有限的 如果工作起來 在廢棄放食 批心待躍 日積月累 容易怎麼樣 激勞成績 很多人知道為什麼會提前離開這個世界嗎 因為身體怎麼樣 過度疲勞 所以造成身體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們要勞逸結合 注意休息 合理安排和規劃 不要讓我們的身心靈超過負荷 這樣去工作和做工 省事不許 我們這個師母案 就是我們彼此來形容對方 用那個畫畫來形容我們說 他形容我是一隻螞蟻 為什麼呢 螞蟻的作點是怎樣 天天就忙忙碌碌碌 不能再做什麼 因為我妻子的話就瞎忙 忙來忙去 連忙說什麼成果 看起來每天都很忙 每期見面都說忙 但是沒有規劃 沒有計劃 就像那個打空氣一樣 所以我們要在神裡面 要節制我們在做事上的事情 傳道書12章12你們來讀一下 我兒還有一層 已當受勸誤 住書多沒有窮盡 讀書多身起疲倦 這個意思是你要勞役結合 讀書是好的 寫書也是好的 但是要怎麼樣 注意勞役結合 羅馬書12章7節 或做執事就當專一執事 或做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 或做勸喚的就當專一勸喚 施捨的就當誠實 治理的就當殷勤 憐憫靈的就當甘心 使徒行傳6章2的4節 十二使徒叫門徒來對他們說 我們偏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 原是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們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友好名聲 被聖明充滿 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但我們要專心祈禱重道理事 就是你知道你是做什麼的 你該幹嘛幹嘛 你不要把你的手伸到別人那邊去 去做別人的事情 這樣的話你就會怎麼樣 就分散你的經歷 我們今天學聖經的時候 我們秋悟師提到一句 他說這個 我們是 他說自己是通才 什麼叫通才呢 啥都會 但是呢 什麼都做不好 就什麼都奢裂了 什麼都學了 但是最後啥都不行 你還不容易 你就專門學這一個 做得非常好 成為專家不好 所以聖經當時說 職次你就專一做職次 教導就專一教導 你不要再去想別的事 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做別的事情 我們人是有限的 Amen 對 那我們第五啊 我們叫這個 還要加上什麼 加上忍耐 忍耐是困難的回應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去回應啊 用忍耐去回應 對 遇到苦難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去回應呢 用忍耐去回應 Amen 不要用抱怨 不要用不瞞 去回應 我們用忍耐去回應 所以有了節制 它要加上什麼呢 加上忍耐 你光節制是不行的 因為節制是有限度的 你還要加上忍耐才可以 忍耐我們說 也是聖靈所結的果子當中的一個 節制是對付怎樣 對付自己 忍耐是要求 我們對一所盼望的事 有等候的心 就是你要學會等待 舉例來說 我們的孩子 早晚有一天 他會長大成人 他會成才 但是在他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生氣 你為什麼是這樣呢 你為什麼不聽話呢 可是你怎麼知道 他將來會怎樣呢 你怎麼知道 將來他會不會達到 超過你這個想像的程度呢 我們很多兒女都已經超越了父母的想像 已經成才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什麼盼望呢 它是可以的 那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要學會什麼 學會等待 等待是很難的 忍耐 是對所盼望的事 有等候的心 對不理解 不理解的人或環境 有承受的能力 所以有了節制 要加上忍耐 我們叫趁熱打鐵 有了節制 你馬上想我要忍耐 你不能只是節制 節制的話還不行 還要加上忍耐 有人說要節制和忍耐是雙胞胎 長得很像 有時候你都區分不開 我是節制的還是忍耐的 看起來挺像的 節制必須先要什麼 忍耐才會節制的 要忍耐必須要先學會節制的 就是愛是很久忍耐 愛是很久忍耐 這裡面講到了愛的本質和特性 說愛是很久忍耐 愛不是在匆匆忙忙當中形成的 愛不是瞬間就能做到的 愛是需要時間需要過程的 所以愛是很久忍耐 不住的忍耐等候 才是愛的那個真正的本相 所謂忍耐裡面含著什麼樣 等待 所以我們跟旁邊吵架 你要忍耐 就是要學會等待 對吧 學會等待 農夫 農民 在地裡面灑肘 灑肘要等多長時間呢 我們也說不清楚 每天澆水 等 直到它發芽 你才知道是怎樣 難道是真的要把那個腫瘤挖出來 要再看一看 每天都挖出來 就腫瘤兩天都死了 孩子也是一樣 你養孩子你要等 你要等到他長大成人 你要學會忍耐才可以 阿門 不要每天跟他發脾氣 他現在就是這樣 我們都 我們有很多母親嘛 母親 懷孕 懷孕之後 在分娩之前 最期待有多少個月啊 十個月 我們說什麼 大概十個月左右吧 這個等待的時間是很難的 你等不起嗎 怎麼可能啊 為了我的孩子 我要忍耐 這就是等待 這就是忍耐 這是愛 阿門 我們養育孩子 我們說最起碼要等十八年 因為十八年的孩子才怎麼樣 成年嘛 是吧 所以俗話說 叫十年欲數百年 欲忍了是吧 所以等待是一種愛 等待就是忍耐 等待是成熟 不懂得等待 就不知道什麼是愛 人是一種不完全不滿足的存在 然而也正是因為如此 我們更要接納到底 要等待到底 直到你等待的那個人或事物發生 改變為止 阿門 這裡面也加著信心在裡面 所以我們說等人嘛 等人是最辛苦的 等半個小時我們就受不了了 為什麼還不來呀 你在哪裡呢 堵車呀 堵什麼車呀 提起半個小時出來不行嗎 就打起來了 所以馬太福音24章13節的時候怎麼說 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阿門 基督徒唯有忍耐到底必然能得救 你對旁邊說 你要忍耐到底 要忍耐到 必然得救 必然得救 你在這個世界上有些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是沒有辦法忍耐到底的 就先走了 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能得救嗎 不能得救 我們的生命沒有神 誰能拿走啊 神才能取救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要忍耐 第六 我們還要看什麼 要敬錢 或者叫前進 對吧 敬錢是我們生命的什麼樣子 高峰 就是你信耶穌信到什麼程度了呀 敬錢的程度了 哇 那這個人的水平就很高了 信仰的那個程度 是生命的一個高峰啊 敬錢是什麼的結果呀 是忍耐之後出現的結果 如果你不會忍耐的話 你不可能敬錢 當基督徒在生命當中 學會忍耐 安息 等候神的時候 他的生命就會達到一個高度 這個高度就是敬錢的高度 不會被容易 不會被環境所影響 比如說我們 剛剛認識耶穌的時候 我們有愛心 我們有火熱的心 神啊 我愛你 我相信你 明天我為你犧牲生命 我都願意 這個愛心 這個熱心是不完全的 裡面有衝動 裡面有什麼樣子 裡面有不知道 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我也愛你 今天被你死也可以 熱戀的狀態還不成熟 那個愛不能持久 只有你達到了敬錢的程度 那個愛才是真的 你可以等待 你可以忍耐 你可以包容 你可以接受 有了忍耐又加上敬錢 因為忍耐加敬錢 會提高忍耐的屬靈的質量 然後才能夠忍耐成功的 如果有了忍耐卻沒有敬錢 忍耐居住會怎麼樣 會爆發的你忍不住 因為你沒有敬錢 忍不住的原因是 你不知道怎麼去過敬錢的生活 忍耐很多時候會成為 不驕傲的資本 如果你不敬錢的話 你看我忍得多好 但是敬錢的人不會這樣 敬錢的人會怎樣 更謙卑 會虛心 會受教 所以敬錢是服從 主耶穌的真理 我們看一下基督太前書 六章三節 若有人傳異教 不服從我們主耶穌 基督純正的話 和那合乎敬錢的道理 敬錢是服從誰的真理 服從神的真理 而不是西端 邪教 世上的知識 遵行主的道理 比起明白主的道理更加重要 服從以遵行主的道理 才是敬錢 約翰福一十四章十五節 你們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這人 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本 我父愛他 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耶穌回答說 人若愛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 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 與他同在 這裡面強調了什麼呢 你要遵守主的道 才能活出敬錢的生命 不是遵守別人的道理 不是遵守我自己的道理 而是主的道理 敬錢是充滿愛心的好行為啊 雅各書一章十七節 我倒上來得一下 神我們父的面前 那清潔沒有玷污的前程 就是看顧在患難中孤兒寡父 讀到這裡可以了 看顧在患難中孤兒寡父 才能活出敬錢的生命 什麼意思呢 我們信的主 不是為自己而活 還要為了什麼呢 別人 為了別人去擔當 為了別人去看見他的需要 為孤兒寡父 就是要有神所許的好行為 我自己好就好了 我們今天學習的時候 我們天安弟兄們提到了說 我們現在生活在後現代社會 後現代社會 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 我自己好就好了 我管國家怎麼樣 我管社會怎麼樣 我自己現在好 我自己不行的話 什麼都不行 後現代社會就是這樣 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 所以我們要看到別人的需要 伸出我們援助的手 這樣的話才能活出一個清潔的 保守自己 不沾染世俗 不沾染世俗就是什麼呢 就是聖結 生活越聖結 家庭越幸福 生活越聖結 教會就越復興 換而言之 一個聖結的人 給教會會帶來榮耀 一個聖結的人 會給家庭帶來溫暖 一個聖結的人 會給別人帶來祝福 阿門 所以我們要活出 聖結的生命 我們就是一個敬錢的人 除了敬錢 還有兩個最重要的 要加上愛弟兄和愛眾人 所以我看愛弟兄 就是信仰的直接的實踐 你說你有信心 如何能夠實踐出來 你要去愛弟兄 愛弟兄是愛什麼人呢 愛教會裡面信耶穌的肢體 愛弟兄 我們對朋友說 我們要彼此相愛 我們要彼此相愛 如何能夠證明 你是有信心的 你要愛弟兄 用什麼呀 用好行為 對待我們的弟兄姐妹 愛乃是敬錢的表現 一個敬錢的人 又加上愛弟兄的心 是錦上天花呀 是美上加美 如果一個敬錢的人 卻沒有愛心 就會功敗垂成 半途而廢 美中不足 就如同那個明的羅 響的波 對人是沒有作用的 甚至啊 有的人是以敬錢的名義 去搞紛爭 在敬錢的掩蓋下去 攻擊弟兄 正如耶穌所說的 有了敬錢的外貌 卻失去了敬錢的實意 很多人是說 我是敬錢的 你是不敬錢的 你是有罪的 去指責被人 批評別人的時候 或是產生什麼樣 產生矛盾和紛爭 因為他一書 四章十九大神題 我們來讀一下 我們愛 因為神愛我們 人若說 我愛神 卻恨他的弟兄 就是說謊話了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 就不能愛他 沒有看見的神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Amen 你說你愛神 不愛弟兄 你就不是愛神 你如果愛神 就一定會愛弟兄 這是信仰的一種實踐 直接的實踐 對 所以使徒啊 使徒約翰告訴我們說 神主動的愛 神仙愛了我們 然後呢 神的愛已經向我們顯明了 我們的愛就是對神的愛所產生的回應 如何回應呢 透過愛弟兄回應神對我們的愛 Amen 我們對朋友當時說好 你要愛我 你要愛 就顯明神是愛你的 用什麼來回應神對我們的愛呢 用你去愛弟兄姐妹 透過這件事能夠證明神是愛我 Amen 如果你說神 我知道你愛我 可是你的身上沒有愛弟兄的行為和心 那說明是有問題的 你還是一個自私的 你的裡面那個不是愛 那個裡面是自私的 所以我們還要怎麼樣 我們還要去 愛什麼 愛眾人 愛弟兄是愛主內的 主內的 愛眾人是愛什麼人呢 愛主外的 不相信耶穌的人 愛眾人 所以愛眾人是信仰的終極實踐 剛才我說 愛弟兄是信仰的直接的實踐 所以 有了愛弟兄的心 又加上愛眾人的心 愛弟兄到愛眾人 是由信徒到世界上的人 由教會的內部轉到教會的外部 耶穌不單是基督徒的救主 耶穌也是世界上每個人的救主 Amen 所以我們對旁邊大聲 耶穌不單是你的救主 耶穌不單是你的救主 耶穌是每個人的救主 耶穌是每個人的救主 所以我們 主內的這種姊妹 我們彼此相愛是對的 然後 不相信耶穌的人 不就不愛了嗎 不相信耶穌的人 就不去關心他們了嗎 神的命令是什麼 你要除了愛弟兄 還要加上什麼呢 愛眾人的心 愛世上 不相信耶穌的那些靈魂 Amen 所以 約翰福音三章十個字 說神 愛什麼人呢 神愛 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滅亡 反對永生 神愛世人 是什麼意思呀 神愛世界上的 每一個人 不單單是我們一些教父裡面 如果神愛的話 我們要怎樣 我們也要去愛世界上的人 那愛呢 會產生對靈魂的負擔 基督徒的生命 越是經歷神的這種雕刻 越會明白聲音的軟弱 需要救死 就如同過路加福音 當中那個父親 對浪子的這個接納 和接受 基督徒就會越會 對還沒有相信耶穌的人 產生憐憫的心 產生一種接納的心 產生一種擁抱的心情 所以你去給他傳福音 你去把神的愛去告訴給他 讓他回轉 回到神的面前 阿明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呢 愛 讓我們產生對靈魂的負擔 很多剛來教會的人 都會產生一種衝動 什麼衝動啊 哇 我相信耶穌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 我要給我爸 我要給我媽 給我哥 給我姐 給我老公 給我的妻子 給我的孩子 但是傳福音 剛來教會 剛相信耶穌的人 很多時候都有這種衝動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衝動就沒有了 為什麼 受的打擊太多了 給你爸傳 你爸罵 給你爸傳 你爸罵 給你哥傳 你哥不累 所以時間長連唐藝都沒有了 我記得有位弟兄說什麼話 說 哎呦我現在連唐藝都沒了 為什麼呀 他們不接我電話 他們知道我要說啥 問題出現在什麼呢 出現在這個世界不容易接受神的愛 所以耶穌說什麼呀 說 光進入到黑暗當中 黑暗是怎麼樣 不接受光 但是還要怎麼樣 還要持續地 持之以恆地去傳扬神的福音 Amen 我們要產生對靈魂的負擔 愛完成主的使命 因為主的心意 就是我們自身體會到了神的愛 然後把神的愛傳遞出去 這就是神的命令 神的心意 這是主在升天之前 留給門徒的使命 耶穌升天以前對這個門徒們說 你們要去 你們要去奉父子聖明的名 給他們施洗 把我所吩咐給你們的 都教導他們去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穌的秘密是什麼呢 你們要去 你們要出去去傳扬 所以我們要完成主的使命 為什麼要完成 因為我們知道主是愛的 Amen 用什麼去回應主的愛呢 我們去完成主的使命 來回應神的愛 因為神對我們的愛 神對我們的恩典 我們用任何的方式都沒有辦法報道 唯一能夠報答的方式就是去 完成主的使命 Amen 所以跟朋友們說 我們要完成主的使命 要完成主的使命 因為主是愛你的 因為主是愛你的 所以我們用什麼去回應主的愛呢 完成主的使命去回應主的愛 來證明我是愛主 Amen 所以我們以上分享的幾個步驟啊 八個步驟是吧 哪八個步驟啊 信心 革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前進 愛弟兄愛眾人 對吧 可是啊 這八樣 這個八樣 我們只要 做出來了 我們就有三個恩典 哪三個恩典 我們先圖下經文 彼得後數一章九到十一節 人 若沒有這幾樣 就是眼瞎 只看見近處 忘了他救世的罪 已經得了解禁 所以弟兄們 應當更加殷勤 使你們所蒙的恩招 和簡選 堅定不移 你們若行這幾樣 就永不失腳 這樣 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 可以進入我們主 救主 耶穌基督永遠的活 這裡面提到了 如果你們按照神的方式 把這幾樣 這八樣 行出來的話 遵守的話 我們有三個恩典 第一是怎麼樣 我們就不瞎眼 我們的眼睛會怎麼樣 看得見 第二呢 就不失腳 不失腳是不跌倒 不跌倒的意思 第三個什麼 我們就能夠得著 耶穌基督七個永遠的國度 阿門 各位旁邊大師好 你要遵行神的話語 遵行神話 你就不會瞎眼 就不會失腳 就能進入到天國 阿門 阿門 希望我們弟弟姐妹 雖然今天講的比較多呀 沒有辦法一一的展開去 具體的去分享 可是這八樣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在行走天路的時候 這個 走向天國的階級當中 有八個東西 是吧 我們要遵守 去遵行 按照這個八個恩典 希望我們每天的活出 能夠與神與人美好交付 分享的生命 阿門 阿門請上一首讚美 一邊讚美 一邊已經奉獻好了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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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最棒的一場安靜 身為神經到三次 難免的老心 依舊主要寫卻 一天人 順暢救助幸福 成果心 依舊主要寫卻 萬初年 萬一心 依舊主要寫卻 再出學 再教學 必要寫 必要寫 世界中 萬一 長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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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 長安靜 長安靜 萬一 長安靜 長安靜 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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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靜 再就学 再就学 你要心 你要心 心情 被忘了一千万全 千万千万 站着手 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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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满面 你要心 你就祝福 往谁见面 阿 耶 我们一起来到神殿前献上感谢个祷告 亲父我们的神感谢你们今天这样的爱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一起分享了 在神的里面若与神与人想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要凭个信心 得行 知识 节制 忍耐 前进 爱弟兄 爱众人的行为 活出神之学的生命 求神祝福我们在世的每日的姐妹 每天都活出这样得胜的生命 活出有恩典的生命 活出得胜的生命 你祝福今天在你面前奉献的弟兄和姐妹 愿你敞开天上的窗户 将你来自天上的祝福 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的交换在我们的里面 感谢你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灵求 阿们